杜鹃花的繁殖技术 轻插 轻插是繁殖杜鹃花最常用、最方便的方法 其优点是采条容易、操作简便、成活率高 大旁翁式中随时可以轻插 陆地大量轻插的季节一般是在初夏5至6月 秋季9至10月也比较适宜轻插 轻插时,从品质优良、生长健壮的母本上采集插碎 取插碎正确的方法是选择较长的新烧 在其中下部剪断,长约5至6厘米 插碎只要保留顶端5至6片小叶 下端3厘米以内的叶片全部摘除 千叶基质常用辅液土、山泥等偏酸性土壤 应插碎生根不需要肥力 也可用核砂、制石、珍珠岩等物质 它们的通透性和保温、保湿性更好 生根多而快、成活率很高 小量扦插,可用瓦盆为容器 里面铺设机质 插碎插入深度约3厘米左右 扦插后,用喷壶浇透,放阴棚下 大扦量扦插,可在室外苗床上扦插 苗床要平整 面层扦插机质要松、细 扦插期间的管理主要是遮阴和保持湿润 毛娟、夏娟、冬娟生根最快 早则半月、晚至一个月开始长根 西娟约须五十至七十天才能生根 西娟约顶八十米 中根尾和保持人 少许五十米 中约 Jacob 毛绿 则半年